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精華 我是老頭Olderman 我們今天要當一個死肥仔 OK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在家裡 好好的玩我們的工作台 OK 這樣子有沒有感覺很討人厭 沒辦法 我就是這麼討人厭 怎樣 沒有啦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這個地方 不外出呢 原因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要 開始來玩一下我們的工作台了 這工作台上面的東西 我記得好像以前系列 正在連載的時候 我好像有說我要把這個 裡面工作台的東西 召喚來玩一玩對不對 有沒有 這邊這個召喚欄 就有分四大類 那這四大類的英文 我是有點看不太懂 但是呢 他每一類都有他召喚的東西 像這一堆骷顱頭 感覺好像是什麼 什麼 召喚物 然後這個 這個感覺好像又更厲害 要的東西又非常的多 然後呢 老頭呢 也是委託了這個哥們 把我們這個 錯綜複雜 又非常難搞的這些 召喚的這個物品道具 全部都把它召喚出來了 各位應該有看到吧 我們現在所選擇的是 這一個項目的 這個項目的裡面呢 有好像有什麼 牛龍的龍骨 飛龍的龍骨 霸王龍的龍骨 跟沒有看過的骷顱頭 外星人骷顱頭 以及三個 以及三個外型 長得很像 神器的一個召喚物喔 總共 二四六 總共七樣道具 老頭都已經把它帶到身邊了 老頭都已經用哥們 把他們召喚出來了 我實在是有點懶的 收集那些道具阿 那收集真的是還蠻累的 我不如就是把玩一下就結束 這位盒 就這麼的簡單 我們就直接人走過來 這邊召喚好了 好不好 什麼聲音 我們的炭龜 聽起來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 從我這邊 朝我這邊衝過來的感覺 幹什麼啦 走開 讓那邊給我裝死 還來阿 哇 這麼多 走開 嫩 哇 超多的阿 砍不完阿 哇 超強阿 你當作我在玩手塔 你 阿 你是當作我在玩手塔 是不是 好吧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個好了 我對這個頭骨比較稍微有點興趣喔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霸王龍的頭骨 召喚一下 嗚嗚 嗚 嗚 會不會攻對 會不會攻擊 嚇死人了 哇 這還蠻帥的吧 這個 背上一堆這個元素 好酷 走開阿阿龜 欸 他的這個背棋上面 哇 這上面 這是霸王龍捏 哇 眼睛發光也好酷喔 我看一下飛行模式 哇 塞 你看他的下鱷 故意還加了這個 還加了一個嘴巴的那個嘴骨有沒有 下鱷骨啦 加了一個下鱷骨在下面 然後他的頭頂上面呢 用的有點像是那種水晶 感覺這好像是水晶 水晶龍的那種感覺 會不會我現在所弄出來的這一系列 全部都是跟元素水晶有關係的 有可能喔 那感覺他可以騎 哇 好大隻霸王龍阿 他是可以騎的 哇 可是我負重了 我先點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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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辦法看正面阿 哇 阿這個 右上角有一個很像黃色拳頭這種東西阿 沒有寫得很清楚欸 沒關係 右鍵 哇 噴火阿 左鍵 喔喔喔 超級肆虐 幹甚麼東西 多麻太 耶阿 我應該不會死吧 喔喔喔喔 吸劍吸劍 哇 哇 連續發美麗聖結弓箭的箭矢 你們現在是在幫我當魔物在屠龍就對了 你以為你在玩魔物獵人是不是 去死吧你們 去死吧去死吧 喔 後面還有一個獸人 那個應該不是獸人 那個應該是暴人 我剛才還沒仔細看新的技能ㄟ 吸劍是什麼功能 我看一下 吸劍 吸劍沒功能 X沒功能 哇 哇靠 哇那個跑很快的這個 哈哈哈 拆死他 他卡條了 哇 被他躲過了 被他躲過了 那跑超快的有沒有 誒賣罩 誒誒誒 至今為止這隻那 前面那隻跑很快的我還是沒辦法走阿 我還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怎麼 怎麼馴服阿 哇 啊~~~ 霸王龍之怒 哇塞 喔阿龜生氣阿龜生氣了 咬我八滴 咬我八滴 這樣子 啊不適相 好啦這隻差不多就這樣子欸 沒什麼多餘的功能欸 誰還在咬我啊 往後走往後走 喔 有的阿龜還沒死啊 好啵 褲頭晚一點 我這邊好像有牛龍嗎 牛龍先看一下 嗚嗚 喔 這次顏色反而不一樣喔 喔這個有帥這個有帥 哇 欸他這個顏色 他這個尖刺跟這個 顏色再配上他的膚色好搭喔 我的天啊 這怎樣 雷元素嗎 看他一直在發雷 發閃電這樣子 好負重了 衣冠力一樣 依然負重 好的可以動了吧 快動啊 喔 幹嘛耍性子啊 而且你看他的下二 每一隻搞不好下二都一模一樣 外型是一致的 喔這跑得快 右鍵 吞火 喔 發射閃電啊 喔電池泥 左鍵 喔 美格龍又來囉 哎呀速度好敏捷喔 C劍 哇 哇 讓我們再看一次 look at that 欸不能發了 難不成 這個都有CD時間 這個是右鍵嗎 哇 哇 哇哇哇哇哇 右鍵 欸 怎麼又怎麼又沒了 C劍的能力呢 C劍的能力給我死出來啊 哎呀我被咬了 我要在這裡使用我們C劍的能力 C劍的能力 這次躺在地上就能發電這樣子 用愛發電是吧 哇 散電暴龍 喔 閃電牛龍 再次再次 喔 這有點類似像那個皮卡丘有沒有 有沒有 喔 喔 hold down hold down 怎麼了 哇哩哩 我現在引起酸民的 不是啊 引起鄉民的這個 共憤了嗎 全部衝過來殺我 走開啊 走開 走開 在那邊 睡覺之力 我睡 誒 把他們碎死了 哇他們麻痺了 皮卡丘使用十萬福特 十萬福特 喔耶 哇 好慘喔 這些 這些 三角龍好慘喔 三角龍肉 十萬福特 好 最多可以批三次 有沒有 批超過他的血量他掛了 喔 我們這個 牛龍玩完了 好的 你們覺得這隻飛龍會是什麼顏色呢 你們覺得 我來想一下這隻飛龍會是什麼顏色喔 剛剛是 牛龍是雷電嘛 然後呢 霸王龍是火焰嘛 對不對 那這一隻的話 有可能 會是 會是 我也不知道欸 算了 算了 來吧 我們直接看最快了啦 好不好 在哪裡啊 欸 在哪裡 歐 喔 底加 Open Mm wow Wow 他前面兩把劍是怎樣這一支 噗 Oh My God 等下這是用什麼 用什麼模子做出來的啊 這隻感覺好像 像飛龍的模子又不像 像雙小飛龍又不像 好他們自己自創的建模是不是 負重了負重了 欸真的還蠻酷的這隻 哇 這個應該像是飛龍 飛龍的模組見出來的 欸這隻不能飛啦 欸大哥空白鍵讓我飛一下 欸這隻不能飛欸 又是一隻不能飛的飛龍 那你狗 左鍵 然後他這個前面那兩個那兩把劍呢 會往往左右凸有沒有造成傷害呢 看一下 那是假的吧 那是假的他只會咬前面而已 有沒有 好我們看一下西劍 西劍呢轉了一下他的尾巴 再一次 很慢的很慢的動作 喔 AKS劍居然是用他的右手在拔 利劍呢 利劍利劍沒有什麼功能 哇 不會飛啊這傢伙 還有沒有其他功能啊 嘿嘿嘿 巴死你 我們用我們的那個火炎彈攻擊看看 喔持續的燃燒傷害 欸你不會飛真的是一大敗筆欸 你不會飛真的非常的可惜欸 我說你 你這傢伙看起來這麼的炫炮 哇原來他的手掌上面也有劍喔 這是直接 鑲嵌上去的是吧 你的手指頭不會痛嗎 啊 唉唷笑一跳 幹什麼東西 喔爆走了爆走了爆走了 然後他裡面功能差不多 欸他剛才突然叫了一聲 哇 為什麼 他主動攻擊 我看他主動攻擊好了 我把他拉 我把他打到前面他主動攻擊 來來來來來來 他剛有一招我沒看過欸 是怒吼那一招嗎 嗯 他怎麼又不主動攻擊了 他剛那招怒吼怎麼用啊 我剛剛好像稍微有看到 爆人 巴蕾 攻擊他快點攻擊他 有有有有有有 他的怒吼可能是這個右鍵阿 我那時候沒看到 我沒有看到子彈飛出去阿 所以我會錯意的這樣子 而且不知道什麼攻擊到一定程度 他身上要發出這個青色的光芒 也沒有也沒有說明這是什麼意思阿 欸我要不當機阿 我好險 欸而且還蠻屌的事 他在跑的時候這個尾巴 哇好帶感喔 這隻根本就是這個遊戲模組原創的餒 哇這個建模厲害了 不得不讚嘆一下這個 這個模組的作者阿 很用心 這隻神話神話的生物呢 模組感覺是 真的是原創出來的 又或者是說他拼拼臭臭有沒有 可能有某些動作是西方飛龍的 然後尾巴呢 可能是某某隻生物的這樣子 你看他這個尾巴的擺動 這麼的流暢 到底是模仿哪隻生物出來的阿 我實在是看不太出來耶 看不太出來就是了 把他燒死了 轉 不知 而且攻擊速度還蠻快的 我覺得可以 攻擊速度行 全部全部給點攻擊力阿 哇 攻擊力好高阿 看什麼東西 3401 好屌喔 哇 真的越來越好玩耶 這個 厲害厲害厲害 阿你幹什麼 你幹嘛 你想去哪裡 我 笑心又想偷我的東西啊 你這小王八蛋 每一次都想偷 被我抓到了齁 在偷啊你 每次都偷我身上的東西 看準你會偷我直接拿到把你砍死了 我告訴你 氣死了 那今天只介紹這三隻 我們之後應該會介紹更多 跑到我們家裡來怎麼跑的 OMG 太恐怖了喔 算了反正他不會主動攻擊 好不好我們下一集呢 再去準備介紹另外四隻 希望下一集可以把他結束掉 然後還有另外三大召喚的項目 還沒有解決 我們之後再慢慢的一一的把他們 給解決掉 各位又有眼福可以看一些很強大的恐龍了 是不是八王龍大哥 好不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走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敵方勾生存精華再見面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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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